以後水長起來看不著了趁這個機會看一眼 老祖宗留下來的傳統文化 連日高溫無雨長江水位大江 在重慶巴南區嘉寧江中央島礁上 三磚有600年歷史的魔崖造像露出水面 據專家初步推定 是明清時期建造有近600年歷史 我覺得當時修這個佛像 可能也是為了航道上的漁民求一份平安 招石最高處的魔崖造像 最大的高1.4米、闊1.05米、深0.4米 左右兩座高0.6米左右 顧雲鳳雖然從小在重慶江邊長大 要獨自一人游到江深早朝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穿著衣服 突然就覺得阻力很大 水流特別急 感覺有點游不動了 中共宣揚無神論 70多年來 人民和自然環境遭到空前破壞 長江信其反呼 卻令人可以看到 殘留的歷史遺跡 有網友在新聞報導下留言 這磚佛像 恐怕是因為在水底才能逃過文革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腳趕快 摩得嗎 我會不會發現 什麽 虛祝